今年5月纳吉斯风灾重创缅甸 慈禧之工随后踏上这块受伤的土地 一方面进行倒种肥料和文具发放 同时在发现许多灾民家园全毁无家可归之后 立刻展开中长期的援助计划 地点就选在昆阳宫的桑比亚村 将兴建742间的大爱屋 慈禧之工和当地建筑公司讨论之后 样品屋已经出炉了防风防台防雨是一间坚固的房子 也让灾民能够再度实现安居乐业的梦想 慈禧人兴奋的到处观看还开心的拍照留念 对于眼前的房屋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他们却有好生好浓的情感 原来这是大家眼拟好久的样品屋 未来昆阳宫的大爱村742间大爱屋 就是依照这个模样建造 来看家 到现在把样品屋他们做起来 就是一个梦想成真 防风防台防雨 然后能够这个永久居住的 这个是可以百年不倒的一个房子 今天我都快了 这一米二 尽管美梦成真 慈禧人不敢掉以轻心 每个地方从门窗尺寸 通风度客厅卧室 一直到小阁楼 屋顶的支架 志工还用自己身体的重量测试它到底稳不稳固 还有洗手间也是查看的重点之一 希望居民的行住坐卧都能很便利很舒适 慈禧人这几个月来的付出和努力都让一旁建筑公司的职员觉得好感动 一再的讨论慈禧人和建筑公司的目标一致 要将现有的缺点再新修改 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品质打造稳固的房子 让志爱民再度安居乐业的梦想尽快成真 大爱新闻杨茂林缅甸报导